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今天想和大家看看聯合國的大會 因為美國總統拜登和國家主席習近平 都在大會上發表了講話 聯合國年度大會是世界領導人最大的國際舞台 193個成員國利用這個機會都會講述自己的看法 今年只有大約100個國家元首宣布將會親自出席 另外來自中國、伊朗、埃及和索馬里等幾個國家的領導人 將會發表提前錄影的講話 先看看拜登的講話 拜登9月21日在聯合國的大會上發表他上任以來首次的演說 上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20年在聯大的發言中 點名批評中國12次 外界都關注拜登會怎樣說中國 結果拜登講話的時候完全沒有點中國的名字 與特朗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拜登雖然在講到一些議題的時候的批評 令人聯想到北京的行為 但就避免點名 他在全篇的講話中 只是在講到少數民族和婦女權利的時候舉例新疆 但就沒有使用美國政府所謂的種族滅絕的說法 拜登說我們在世界一個決定性的十年開始之際 面臨一個明顯而急迫的選擇 這個十年將確實會決定我們的未來 我們作為國際社會面臨緊迫和迫在眉睫的危機挑戰 亦都存在著巨大的機會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早前在聯合國的大會上講話的時候就說 世界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彼此不合的時候 將不可能處理巨大的經濟和發展挑戰 拜登並沒有提到中國這個美國最大的對手 只是順勢旦旦地說 不尋求衝突升級 拜登說我不尋求 我再說一次我不尋求一次新冷戰 或者是一個陷入僵硬集團分裂的世界 美國準備和任何努力尋求和平解決 共同挑戰的國家合作 即使是我們在其他領域存在嚴重的分歧 因為如果我們不共同治理新冠病毒 氣候變化等緊迫的威脅 或者是核國散等持續威脅的話 我們所有的人將會遭受到我們失敗的後果 拜登同時為他從阿富汗撤軍的爭議決定進行辯護 拜登說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20年來美國首次不在戰爭狀態 美國翻過了這一頁 拜登只是空泛地說人權和自由 他說必須要在全世界鞏固基本人權 包括在阿富汗要保障婦女權益等 同時也要保障宗教自由和人權 他強調民主和權威的差別 他說事實是民主世界隨處可見 民主存在於反腐敗為權人士 在人權捍衛者、記者、白俄羅斯、緬甸、敘利亞、古巴、委內瑞拉 以及世界各地的和平抗爭者身上 他說必須指出的並且譴責針對少數民族的宗教的壓迫 無論是在新疆、北開塞俄比亞、以及世界其他地區 他又說必須捍衛同志人權 令到他們在沒有恐懼的情況下公開生活和傷害 無論在車神、在喀麥龍或其他地區 拜登又嘗試對前任總統特朗普提出的 美國優先的思想直接反駁 他說在前漢的時候 美國將會發揮引領作用 美國將會在新冠病毒和氣候和平與安全 人類尊嚴和人權等時代面臨的 所有最大挑戰的時候發揮領導作用 但美國不會自己應對 將會與盟友和夥伴共同引領 並且與所有像美國一樣 相信我們有能力面對這個挑戰的人合作 建立一個未來保護這個星球 看完拜登的講話 可以有三點的總結 第一,對中國的態度軟化 沒有直接批評中國 沒有直接說新疆有所謂的種族滅絕 沒有提台灣、香港問題 我一直都認為 美國要中國在阿富汗問題上幫忙 中國就要他交功課 拜登的講話就是對中國的讓步 第二,講全球合作沒有人相信 拜登講合作就連美國官媒 美國之音都不相信 美國之音在相關的報道中 起了一條理想與現實的小標題 美國之音說拜登提出的全球合作的樂觀環境 和一些尷尬的現實相衝突 美國最老的盟國法國 星期五召回了駐美國和澳洲的大使 以對比這兩個國家背後插刀表示憤怒 白宮新聞被輸沙奇曾經說 拜登將會很快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 結果馬克龍並沒有前往紐約出席聯大會議 第三,美國想重拾領導地位也令人懷疑 阿富汗撤軍事件令盟友對美國的領導力信心盡失 美國的在野共和黨自然大力批評他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等批評人士 並不認同拜登的講話 麥考爾說,拜登總統今天的講話與他的行動不符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共和黨參議員薩斯 在拜登發表講話之後的聲明中就說 拜登的外交政策是貼在汽車泵把上的垃圾貼紙 完全沒有用 拜登有關婦女權利的陳康濫調 並沒有保護塔利班政權下的女性受害者 他又指出拜登有關不懈努力的外交是隨口講話 並沒有令到留在阿富汗的數百名美國公民 和成千上萬美國陸卡池有人感到安慰 參議員薩斯總結說 拜登動聽的延遲繼續與現實脫節 結果就是拜登的講話 除了對華軟化這一點值得一提之外 其他的都是沒有人信的陳康濫調 接著看看習主席的講話 在拜登講話之後的幾個小時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同一個場合 透過視頻發言 之前聯合國暫定的發言者名單上 代表中國發言的是一位副總理級的官員 發言是被安排在星期六下午的 在講話前的一天 外交部就宣佈習主席參加會議 並且透過視頻發言 外界估計拜登講話事先通報給中方 中方看到拜登的講話較為正常理性 習主席才決定與會並發言 習主席在發言中大談多邊主義 說世界只有一個體系 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聯合國應該高舉真正的多邊主義的旗次 成為各國共同維護普遍安全 共同分享發展成果 共同掌握世界命運的核心平台 習主席又說中國將會全力以赴 歷增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不再在境外興建新的煤電項目 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 習主席就強調精準防控 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跨境傳播 他說疫苗是全球公共產品 中國將會在今年向全球提供20億劑的疫苗 在捐贈1億美元的基礎上 會再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多1億劑的疫苗 他說中國將會繼續支持和參與全球科學溯源 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習主席的發言有兩大看點 第一就是關於碳排放有新意 習主席提到不再在境外興建新的煤電項目 外界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承諾 出乎意料之外 意味著中國不會再在境外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支援當地興建煤電廠的 第二中美兩國微妙互動 拜登對中國的火力大降 習主席的發言也沒有火藥味 結果是拜登在9月10日 和習主席通話之後 兩國領導人發言的時候 都調低了調子管控分歧的味道 今天的分享是不多 明天対美餐 提供的美的韓堡 很高興啊 esa莫的我們 回歸最強的消防